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郭春冬已经向我观众朋友介绍了 铁英华今天这个投行呢 这是因为在拍一个在央视准备播出的电视联系剧 聊三 为了节目的需要 把投行留成这样的 那么在那一段的拍摄当中 可以说他的训练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他利用业余时间 因为他知道备战美格拉斯文加斯 利用业余时间还进行一些训练 但是我感觉 由于在权力拍摄天地的比赛当中 他的训练有点不系统 所以我所担心的是 他的在比赛当中的体育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曼罕默德 那位迪亚尼 从第一局啊 开局的气势来看 他的力量挺好的 可以说是和铁英华能有一打 就看双方在比赛里面 你的这个技术的合理的应用上 你看那个低扫接着一个摆拳的力量很大 毕竟是他的主场嘛 这是铁英华第二次代表武林峰来到了拉斯文加斯 他去年也是获胜了 哇 这个低扫腿的动作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我们场子才会终着比赛 让铁英华休息一下 比赛继续开始 因为那是个无意的动作 我们看到铁英华的两个肌腹动作 非常的漂亮 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 不管是铁英华 包括邦克莫德也好 更多的还是采用 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拳撒的进攻 腿撒进攻不多 真尖最卖忙 你看铁英华的这种拳马 速度要比漫不得要快 他的后手的摆拳出的力量 从力量对不对来说 我说铁英华并不出一种下风 而他的出现的速度 要比漫不得要 就看这场比赛胜步 在于自己的 直接的把握上 正好比赛的时间到 孟安莫德 也倒在这台上 但是比赛的 几乎铃声影响 这样的话 常常的裁判 就没有给孟安莫德 这个赛胜步 就没有给孟安莫德 这个赛胜步 现在我们是在美国的拉特培加斯的 里维埃拉酒店的会展中心 为您带来的这一场男子四庄人级的比赛 红方是中国勇士铁英华 而蓝方是孟安莫德 那位第二名 通过第一回合的比赛 可以说 孟安莫德第一回合的开局大挺好 那么到了后半段 铁英华已经适应他的那种打法 对那种打法之后 在最后的十秒钟 挺华抓住了机会 一个反抵 以重拳把地方打在这台上 但是比赛 只可惜比赛之间到了 那场他们没有进几秒 但是从迪回来看 挺华还略略占为一点优势 双方的第二回的比赛 通过迪回的交手之后 孟安莫德也知道挺华他厉害了 他的铁拳 因为我们看到孟安莫德 他都是单击技术 他没有联系动作 他的组合动作能力比较差 不如这个挺华 现在双方的比赛节目都在放慢 放慢的目的是调整一下自己的体能 挺华这次高贤在上头被对方识破 现在孟安莫德把比赛节目也放下来 慢慢的找机会 也不急了 不像第一回合的开局那样 他在等平华穿动了之后打反击 这是孟安莫德的一种战术的一种调整 漂亮这个低操腿 这个实际的把握非常的好 因为对方注意力都集中在上面 他的下盘已经松了 这之后挺华抓住一次机会 一个低扫 对手扫在这个扫倒在这台上 第二回合现在挺华的优势在逐渐的扩大 这是我们也看到孟安莫德 现在体能点问题就要去场了 你看孟安莫德都是单击 一个摆拳下面一个动作没有 你像铁银华的组合动作 是不是击辅完之后接着打头 你一击辅你肯定是手臂下沉 那我接着打你头部 你看平华的后手之间大幅动作 进步动作多么狠 第二回合已经倒计时 第二回合现在平华流势很明显 第二回合 漂亮一个后手之间 但是我们看到孟安莫德都大精灵的抗击打能力非常强 不然的话他就被倒在内台上了 抗击打能力很强 那么第二回合 铁银华是肯定是第二回合的生命 我们看看双方的第二回合的精彩动作慢放 低扫 这个时机把握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看到孟安莫德举步子 对铁银华的上三路的防守 而底下已经下班空了 看看铁银华的这个机器 观众们现在大家看到这是我们在拉斯维加斯 里维埃拉酒店会展中心 给您带来了WF环中学王赵马赛 决战拉斯维加斯第五季的一场男子比赛 红方是平华 蓝方是万莫德纳维迪亚 通过前两回的比赛 我们已经看出双方的这个技术特点 就是万莫德的单击动作只有一个 就是靠在前摆拳 而后直拳的这种组合能力一般 通过今天休息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万莫德的体能有所恢复 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 铁银华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第三回合我想这个万莫德肯定不会 干败示弱 会加强这种反击 你看铁银华直拳上钩 对吧 这种组合的变化 这是双方的技术的差距 通过这些细节的组合的技术 好漂亮 一个是 鸡头 这场裁判给这个曼莫德进行的强图 现在铁银华这个优势就更明显了 现在铁银华的体能也在下降 也在下降 就铁银华是不会给他机会 实力上万莫德他就靠两个百钱 又是个基辅动作 又是个基辅动作 长裁判又给了万莫德第二次强图 如果第三次再强图的话 这样做铁银华就TKO对手 优势获胜了 我们现在看着万莫德气喘吁吁 他现在体能太差 体能太差 因为从我们评论其实离这个红角非常非常近 您看到万莫德气喘吁吁 非常明显 现在铁银华加强竞争加劲 TKO对手 不要给他机会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铁银华TKO 曼莫德 纳瑞迪亚 优势获胜 第三回的比赛 这个接腿摔之后 双方长到一起 我们来看看这个 机头动作 非常的漂亮 实际把握得多好 高边队上头 这是个机幅 这是第二次对强夺的那个慢动作 非常漂亮 对方已经彻底俯首成臣 是第二次对强夺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